台铁发生了出轨意外的泰鲁阁列车现场的清理工作 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 而就在今天被压在第六节车厢 跟列车转向架下方的最后一位罹难者的遗体 顺利救出之后 现在台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现场清空跟修复了 原本意计要从清水隧道南北双向作业 但是经过评估之后发现效率不高 所以决定要切割完成的大型零件 是要由南口运出 而主要在车体的部分 还是会透过北口来进行脱离 台铁发生重大出轨意外 铁道工程人员不眠不休进行脱离作业 5号下午将最后一具遗体移出之后 抢修人员接下来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把卡在隧道的第六节车厢拖出 把目前六车挂在这个隧道壁的传动轴 先移到外面来 紧接着就是把车厢再往外面来拉 那接下来我们会尝试看看能不能把车厢 护挂归位到传动轴上面 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那也一样可以透过轨道 把它脱离现场 第六节车厢的传动轴已经顺利拖出 但是由于车体受损严重 脱离作业会比预期来得久 第六节车厢可能要到6号上午才能完整脱离隧道 整个主体如果要从轮口来切除 可能时间会更长 所以初步就是轮口进来的 大概就是把散落的这些零组件把它捡起来 那主要工法还是要从北口来拉出 原本预期南北口双向作业 但是经过评估效率不高 剩下的车厢主要还是会由北口脱离 不过至少还需要两个工作天 才能把所有车厢完整脱出 再进入隧道进行后续修复作业 结果最后报道